現在我們要複習的是波動跟聲音 這邊是一個重點 第一個是波的意義然後分類跟名詞的解釋 那名詞的解釋就是你要懂 然後你未來才看得懂題目 才知道它會有什麼問題 然後才有一些判斷 那麼下面寫個聲音的產生傳播跟反射 這裡寫得很簡單 但是內容可以考得很多 比如說反射就可能會有一些計算題 雖然會考的計算題應該都只有那種 他一生來回花幾秒問他多遠這種程度 不過他會有一些計算會出現 然後約音三藥數也很重要 那也喜歡考也喜歡尤其是音調的部分 音調的部分 所以呢可以看起來字不多 可是呢這裡有蠻多東西是我們需要學會的 第一個呢是教波動 什麼叫做波動 波動什麼意思 什麼狀況呢 什麼狀況 波動 波動就是一個傳遞能量的方法 當他受到外界的擾動 波動會給他的能量之後 他把這個能量傳出去 藉著藉質本身的擾動 把他往外傳 第二個石頭在水裡面 水產生一圈圈的漣漪 這個漣漪就叫做水波 藉著這個漣漪向外面傳遞的時候 就把能量向外面傳遞 讓它恆遞 所以這就是藉質的意思 當然講這句話就是需要藉質 有個東西 所以這個定義指 藉質適用在所謂的力學波或者機械波 那不是力學波 不是機械波就沒有所謂的藉質 當然也沒有所謂的藉質的擾動的狀況 藉質擾動的狀況 那麼重點是這個 就是波會傳遞能量 但不傳遞藉質 所以呢 藉質只在原地附近做運動 並沒有隨著波形的前進 或者隨著能量一起往前走 這個是一個重要而且我們會問的問題 然後呢 水波形會前進 但是藉質不會前進 所以我們說水面上有個樹葉 旁邊丟個石頭 產生水波過去 樹葉在原地晃一下 然後水波過去了 樹葉沒有跟著過去 我們當初上課的時候 也不會看過一些動畫 你直接來說明過這些事情 那麼波的分類有一些分法 這種是根據需要戒指 需要戒指的 我們叫做力學波、機械波 不一樣的機械波 像水波需要水 神波需要繩子 螳螂波需要彈簧 那深波我們叫做是需要空氣 這個又是需要戒指的 產生力波我們叫做力學波 或者是叫做機械波 另外一種是不需要戒指的 我們稱為電磁波 電磁波 電磁波包括我們的可見光 或者是不可見的 紅外線、主外線、微波、無線電 X-ray 然後γ-ray 微波這些都叫所謂的 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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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不需要戒指 我們就是知道一下 但是我們並沒有特別特別的提示 他講一些別的內容 那另外一個是比較重要的 叫做根據戒指的運動方向去分 分做所謂的重波跟橫波 重波 重波就是戒指的運動方向跟 波的前傾方向互相平行的 我們稱之為重波 就是叫做宿命 不一定它會一宿一密 像我們將你的空氣傳生 就是一個所謂的重波 會然就是所謂的重波 然後彈簧如果是一根彈簧 然後前後抖動 這種不是上下抖的 不是下下抖 不是左右抖的 這種就是所謂的重波 好 另外一種呢 叫做橫波 橫波就是戒指的運動方向 跟脖前方向互相垂直的 這樣看起來一高一低 所以要高低波 我們平常抖繩子的叫做神波 我們國中教你的水波也是 國中教你的水波也是橫波 如果你上到高中之後 會告訴你水波不是單純的 就是橫波 那個以後再說 我們國中程度水波就是橫波 水波就是橫波 然後把彈簧拿來上下抖 或者是左右抖的那樣的玻璃 叫做所謂的橫波 橫波 所以這個分類方式比較重要 你要記得有分做重波跟橫波 然後特別要記得空氣傳聲音是一個重波 空氣傳聲音是一個重波 那麽電磁波也是橫波 它原因我們國中不教 你就只要記得就好 就記得就好 你記住它 光波是橫波 如果萬一有人問就是它是橫波 至於它為什麽是橫波 那以後再說 那剛才也跟你講過了 國中程度水波當作是橫波 高中會告訴你它不是 那是以後的事情 那坡在前進的時候 原則上坡型不會變 就是原來是實現的這個樣子 往前走就變成虛線這個樣子 那形狀是一樣的 坡型是不會變的 那這個坡型不會變 當會有一點用處 等一下會有一點用處 那如果打到東西反射回來 坡型會不會變就不一定 那我們以前會問的是說 如果是個直線障礙運的話 坡型就不會變 那非直線就可能會改變 那這個現在也不會再問了 你就聽聽就算了 所以基本上坡型是不會變的 那麼一種考試的題目是要問 介質是如何運動 介質如何運動 我們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叫做看後面 看後面 我現在往右邊走 我現在是往 我現在是往右邊走 所以呢左邊是後面 所以B點的左邊後面是在下方 所以它就是向下運動 向下運動 那麼這一點的後面左邊是上方 在上面 所以它就向上運動 所以我就知道 一個點要向下 一個點要向下 另外一個點要向上 我看後面 可以判斷出它 運動方向是向上或者是向下 第一種叫做看後面 第二種方式叫做 照瞄 實線是原來的坡 我就按照它所說的 向右邊前進 往右邊走一點點 畫一個虛線 虛線 剛講過坡型不會變 所以完全一樣照畫 就移過去了 然後呢 你就會看得到 我原來是實線的B在這裡 現在要到虛線的這裡 所以是往下 這裡呢 原來是實線的在這裡 要到虛線的是要往上 所以就知道 第一點是要向下 另外一點是要向上運動 我就知道它是往哪邊運動 就是第二個方法 我還知道它往哪邊走 你用哪個方法都可以 就是考試問你畫一個坡 告訴你它向左走或向右走 問它的前進的 問它戒指的運動方向如何運動 我有兩個方法來判斷 一個是照瞄 一個是看後面 一個看後面 你就會曉得它如何 就是照瞄的意思 就當然跟你畫照瞄 照原來的方式照瞄一致 就可以曉得它應該怎樣動 所以有這兩個方法 請你把它學會 哪一種都可以 哪一種都可以 它的戒指的運動方向 來判斷的方法 兩種OK嗎 這二對 你來擁有 那一種都可以 那一種也 你來擁有 你來擁有